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手打人的那一刻 不仅伤害了夫妻感情 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 都和家暴有关 2021年秋天 退去了夏季的炎热 清晨的风有了丝丝的寒意 路边的小摊上围满了买早餐的居民 一位身材高挑 长相清秀的女子 一边吃着包子 一边警觉地盯着马路对面的法院 突然 一个男人的出现让他神色大变 他害怕地躲到了摊位的后面 时不时探出头来张望 确认男人走进法院以后 女人才磨磨嘴感冒出头来 之后呢 他犹犹豫豫地也走进了法院 女人名叫顾盼盼 今天是他起诉离婚的案子 正式开庭的日子 他早早地就赶到了法院 盼望着能够快点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 而那个把他吓得躲起来的人 就是他的丈夫王丰 开庭前 顾盼盼站在法庭的门口 看到法官还没有来 王丰坐在被告席上四处张望 顾盼盼心里害怕不敢走进去 可王丰发现了顾盼盼 静止走到他的面前 低声威胁道 想离开我 快别做梦了 王丰恶狠狠地眼神 让顾盼盼不寒而令 可当法官走进法庭以后 王丰却突然变了一副面孔 他变得态度温和 彬彬有礼 面对坚持要求离婚的顾盼盼 王丰好像也有一肚子的苦水 他坚持说 和顾盼盼是有误会 自打结婚以后 他对顾盼盼呢 那是疼爱有加 两口子生活在一起 哪有舌头不碰牙的 所以王丰坚决不同意离婚 还说顾盼盼就是小题大做 这个男人在妻子面前 和在法官面前摆出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他究竟在隐瞒什么 这对夫妻之间到底有着什么矛盾 接下来 原告席上的顾盼盼 向法官讲述了自己结婚以来的遭遇 也揭开了丈夫丑陋的正面目 高中毕业以后呢 顾盼盼一直在外地打空 他朋友不多 平时喜欢在社交软件上打发时间 就在那个时候 他在网上认识了王丰 王丰是主动和顾盼盼搭讪的 他说自己在这座城市经营了一家饭店 偶尔闲下来 在刷手机的时候 就看到了顾盼盼的个人页面 突然发现顾盼盼和他居然是老乡 他觉得呀 这也是一种缘分 所以呢 就经常和顾盼盼聊天 打那个时候起 王丰每天都对顾盼盼是嘘寒问暖 同时在大城市打拼的顾盼盼 找到了可以依靠 可以倾诉的对象 就在那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 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地升温了 不久以后呢 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一天啊 顾盼盼在王丰的家中 与王丰约会的时候 无意间在衣柜的角落里面 发现了一张 王丰和别的女人抱着孩子的全家福 顾盼盼的脑海里面嗡的一声 难道说 王丰是个有父之父吗 在顾盼盼的追问下 王丰说 他是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因为婚后妻子出轨 所以他离婚了 照片里的孩子 是他和前妻的女儿 现在呢 在老家和王丰的父母一起生活 王丰说 盼盼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之所以瞒着你 是怕告诉你实情 你会离开我呀 顾盼盼怎么也没想到 外表他是可靠的王丰 不仅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 知道真相的顾盼盼是伤心不已 可就在他决定和王丰分手的时候 一件事的发生 不仅让他改变了想法 还决定与王丰结婚 这天 王丰来到顾盼盼的家中 想找顾盼盼道歉 请求他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顾盼盼却态度坚决 不愿原谅王丰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伤心的顾盼盼竟然晕倒了 王丰赶紧将他送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王丰 顾盼盼怀孕了 而且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 顾盼盼一直喜欢孩子 而且呢 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他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 看着眼前焦急的王丰 想想肚子里面三个多月的孩子 顾盼盼动摇了 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就这样 未婚先孕的顾盼盼 决定将错就错和王丰结婚 一开始呢 王丰对顾盼盼还算体贴 可渐渐的 王丰的恶习就暴露出来了 这王丰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 几乎每天晚上在外面喝的 都是鸣鼎大醉 并且呢 他动不动就会对顾盼盼 全打脚踢 这天啊 王丰又喝醉了回到家 一开门 他就把鞋子甩到了沙发上 之后呢 躺在沙发上 试唤顾盼盼 去 给我倒水 这已经是婚后 不知道多少次 王丰喝得烂醉如泥地回到家里了 顾盼盼挺着大肚子 没人照顾他不说 还要给王丰收拾烂摊子 这一次 顾盼盼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了 我受够了 他并没有理会王丰的命令 而是静止地向卧室走去 可是没有想到 遭到拒绝的王丰 仿佛发疯的野兽一样 歇斯底里地站起身来 拽着顾盼盼的头发 回手就是一巴掌 嘴里说道 我供你吃供你喝 伺候我不是应该的吗 说完 他对着顾盼盼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王丰发现了一通以后 这才回卧室睡觉 留下满地的狼藉 和伤痕累累的顾盼盼 顾盼盼无法想象 婚前那个海市山盟的男人 为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摸了摸肚子 还有几个月 他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他默默地流着眼泪 自己安慰自己 为了孩子的健康 他也要先忍耐 也许等孩子出生以后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呢 可顾盼盼的期望 最终还是落了空 孩子出生以后 王丰对他的暴力 反而变本加厉 动不动就抬手打他 稍有不顺心 就把他拖到卧室里 拳打脚踢 顾盼盼忍受不了 提出要跟他离婚 还要带走孩子 可迎来的 只是更加狠毒的打骂 王丰正直还威胁他 要是敢带走孩子 肯定会杀了他全家 王丰的威胁 令顾盼盼是心惊胆战 他不敢再提离婚的事情 可就在顾盼盼 为了孩子和家人 勉强维持着这段婚姻时 一个意外发现 令顾盼盼 对婚姻彻底失望 他再次下定决心 要离开王丰 事情的导火索 是顾盼盼 接到了一张法院的船票 一个叫李红的女人 起诉王丰 让他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顾盼盼这才发现 原来王丰可不只有一段婚姻 他分明离过两次婚 和另一任妻子李红 也生了一个女儿 离婚时 孩子归了女方抚养 王丰一直没有按时 给孩子支付抚养费 所以呢 前妻李红才把他给起诉了 晚上 王丰回到家里 顾盼盼指望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呢 王丰大发雷霆 直接掐着顾盼盼的脖子说 你凭什么偷看我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这侵犯了我的隐私 顾盼盼挣扎着反抗 你一直在骗我 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 嫁给你这样的人 王丰直接把顾盼盼 拽到了地上 完全不顾孩子的哭喊 当着孩子的面对顾盼盼 拳打脚踢 顾盼盼的哭喊和孩子的哭声 在整个楼道里面回响 邻居怕闹出人命 便赶紧报了警 很快警察就赶到救下了顾盼盼 验伤之后呢 顾盼盼的伤势已经构成了轻微伤 他不敢再和王丰生活在一起 带着孩子炮回的娘家 咨询了律师之后 他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两个月以后 顾盼盼起诉离婚 并且要求王丰支付损害赔偿 于是呢 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 面对顾盼盼提交的照片 以及验伤结果等证据 王丰也只能承认 自己确实动过手 但他坚持 这并不能证明 两个人的感情已经破裂了 他还是爱顾盼盼的 那么本案中 顾盼盼究竟能否以家庭暴力为由 主张离婚呢 他是否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 离婚的法定理由 以及损害赔偿 根据民法典议第1079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 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 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与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与离婚 一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 实施家庭暴力 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 有赌博吸毒等恶习 屡教不改的 四 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 五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 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与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以后 双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 应当准与离婚 同时 民法典第1091条还规定了 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 可见实施家庭暴力 是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同时 如果有证据证明 一方实施了家庭暴力 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还有权主张损害赔偿 法案当中 原告顾盼盼在庭审中 提交了受伤的照片 治疗病治 以及报警记录等有关证据 证明他确实在与王峰 在处理家庭矛盾的过程当中 身体多次受到对方的伤害 而且顾盼盼 对王峰处理双方矛盾的行为 和方氏产生恐惧 还向人民法院申请了 人身安全保护令 被告王峰对原告顾盼盼的行为 构成家暴 顾盼盼也不再相信王峰 因此拒绝调解两个人 以毫无和好的可能 因此呢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双方离婚 孩子由顾盼盼抚养 王峰要按月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同时 因王峰的家暴行为 给顾盼盼身心造成伤害 这也是两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被告王峰应当向原告顾盼盼 支付损害赔偿一万元 这场婚姻虽然结束了 但顾盼盼奉子成婚 欲人不输 草率结婚 最终频频遭遇家暴 这代价也未免太过惨重了 而家暴的实施者王峰 他本就因为家暴恶习 失去了两段婚姻 却依然不思悔改 对妻子家暴 不仅使自己再一次离婚 还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 教训可谓深刻 观众朋友们 刚刚的这个案例啊 王峰多次对妻子 顾盼盼实施家暴 最终导致离婚 并且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 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 同样是丈夫对妻子实施家暴 结果呢 却触犯了刑法 等待她的 只有铁窗里的忏悔 大龄女人嫁给老师小伙 婚后因为没钱而经常吵架 夫妻间的争吵逐步升级 丈夫时常动手殴打妻子 妻子的隐忍 不但没能换来家里的折磨 反而让自己遭受更大的伤害 家暴的罪法正在 入冬的一场大雪 让大地白茫茫的一片 笼罩在大雪的乡村是一片寂静 只能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 突然乡间的路上传来呼救的声音 一位女子身上穿着单薄的睡衣 手扶着大腿 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走 血迹是不断地滴在雪地上 她一边回头张望 一边敲着一户人家的大门 嘴里大声地呼喊着救命 听到动静的 刘大妈披上衣服打开房门 看着眼前这个血迹斑斑的女人 吓了一跳 哟 这不是隔壁老张家的儿媳妇李梅吗 她赶紧把李梅扶进院子 李梅惊恐地让刘大妈赶快锁上大门 可还没来得及关门 李梅的老公张强就闯进来 拖着李梅就往外走 李梅拼命地抵抗 哭着说 刘大妈 我不能跟她回去啊 我会被她打死的 进此情景 刘大妈喊来自己的老伴和儿子 一起拦下了张强还报了警 急救人员和民警很快到了现场 李梅被送到了医院 而张强则被警察带回了派出所 这夫妻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强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 下次狠手呢 这呀 还要从两个人的婚姻说起了 张强是家里的独子 从小家庭条件不好 很早呢 就辍学外出打工了 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娶到媳妇 眼瞅着儿子年纪不小了 这个婚姻还没个着落 张强的父母啊 十分着急 就托亲戚朋友四处说梅 最后呢 就说到了李梅这儿 这李梅呢 年纪比张强小三岁 人长得漂亮 说话谈吐也大方得体 在外打工的时候啊 谈惯一段恋爱 但无疾而终 所以呢 就一直单身到了现在 李梅年纪三十也没结婚 父母呢 怕人笑话 所以呢 也着急 给女儿找个人家 就这样 李梅和张强 在没人的撮合下 两个人互生好感 张强为了追李梅 也没少费力气 总是闷着头 到李梅家干活 脏活累活 从来都不嫌弃 李梅的父母啊 虽然嫌弃张强家境不好 本来呢 想让李梅嫁个条件好的人家 但是呢 看到张强啊 是踏实能干 也就慢慢地同意了 李梅和张强的恋情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张强父母就带着 东拼西凑借来的彩礼 正式上门提亲了 两家挑选了一个好日子 操办了婚礼 刚刚结婚的小两口 过上了甜蜜的生活 李梅把家里收拾得 井井油条 张强干活回来 就有热腾腾的饭吃 挣的钱 也都给李梅管理 然而 二人的幸福时光 渐渐被生活的压力 所终结 自从结婚以后 李梅啊 就没有再出去打工了 张强也是守着老婆 和家里的一亩三分地 在家务农 两个人的日子 渐渐呢 就过得捉襟见肘 所谓贫贱夫妻百事衰 为了采米油盐的事 两个人在生活里面呢 就经常产生摩擦 一天中午 李梅在饭桌上抱怨道 隔壁老冯家的媳妇 又买了一条金项链 你看我从结婚到现在 就没个项链的金衣首饰 敏感的张强觉得呀 这是在指责自己没有能耐 气得一把把手里的碗摔到了地上 怒骂道 后悔了是吧 当初就该听你爸妈的 找个好人家嫁了是吧 李梅的火气也上来了 她放下手里的碗筷 赌气地说道 你没本事赚钱 还冲我发火 嫁给你 我真是不知道多后悔 李梅的话音刚落 只听见啪的一声 张强一巴掌重重地 甩到了李梅的脸上 李梅捂着脸满眼的震惊 哭着跑回了娘家 但是当天晚上呢 张强就跑到李梅家里去道歉了 说当时自己啊气昏了头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对李梅动手了 李家的父母虽然心疼女儿 但还是觉得 小夫妻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就这样被父母劝了一下午 李梅本来就有些动摇 看到张强诚恳的态度 他也就心软了 当天就跟着张强回了家 回家之后呢 张强的确表现得非常殷勤 主动做起了家务活 让李梅一度觉得 丈夫那天打人确实是无心之举 可是呢 这样的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 张强经常埋怨当初结婚的时候 李梅家要的彩礼太多 导致他们家现在欠了很多的外债 说到激动之处 张强又开始对李梅抬手就打 但每次动手打完之后 又会声泪俱下地忏悔原谅 甚至下怪 求李梅再给他一次机会 李梅的原谅并没有换来张强的收手 反而让他的暴力行为逐渐升级 夫妻之间的矛盾 使得张强变得越来越疯狂 终于在一次激烈争吵之时 张强竟挥刀刺向了李梅 这天张强和几个朋友喝完酒 醉细细地回到家 管李梅要钱 说要干什么呢 说打算和好友合伙做生意 做成了保证能挣大钱 可李梅觉得 这张强压根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钱给了他只会打水漂 所以呢 没好气地说了俩字 没钱 张强听后气急败坏 我挣了这么多钱 我心里有数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 李梅也不甘示弱 家里面天天吃喝 花的不是钱吗 你就挣那么点钱 还指望攒下来 张强见李梅不肯给钱 就直接去卧室找存折 反的是乱七八糟 也没有找到 想到不久前 李梅可是才拎着 大包小果的回娘家 家里的存款 肯定被他偷偷地带回娘家了 想到这儿啊 张强气得不打一出来 他拽着李梅质问他 钱到底哪去了 李梅拒绝回答 张强掐着李梅的脖子 把他按到了墙上 质问李梅 是不是把钱都带回了娘家 李梅拼命地挣扎 可实在推不开张强的束缚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到 根本没有拿钱回娘家 可无论他怎么解释 张强都不相信 反而越说越激动 他喊道 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和我过日子 我辛辛苦苦挣的钱 被你全都霍霍光了 你对得起我吗 李梅好不容易挣脱开 想要跑出去 张强顺手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划破了李梅的大腿 顿时李梅是鲜血直流啊 张强也吓得慌了神 他肛囊松开手 手中的刀也掉在了地上 李梅趁机赶紧跑到邻居家求救 于是呢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经过治疗 李梅的伤势渐渐好转 经司法机关鉴定 他的伤情已经构成轻伤一级 那么张强已经涉嫌犯罪了 检查机关以故意伤害罪 对张强提起了公诉 但是庭审中呢 张强坚称 他和李梅就是闹夫妻矛盾而已 两口子过日子 吵吵闹闹很正常啊 怎么能说他是犯罪呢 那么本案中 张强的这个说法能站住脚吗 我们来看本期的第二个法律点 家庭暴力能构成犯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家暴是一种违法行为 在反家庭暴力法第16条大中规定 如果家庭暴力情节较轻 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 或者出具告诫书 如果危害程度较高 情节严重时就构成刑事犯罪了 主要涉及故意伤害罪 虐待罪等 认定家庭暴力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 还要看家庭暴力行为 是否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故意伤害罪是指 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 并且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 要受到刑罚处罚 办案当中 张强使用水果刀刺伤李梅 导致李梅的伤情达到轻伤一级 张强显然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 法院判处张强 有期徒刑八个月 李梅出院以后 选择与张强离婚 以前呢 他总是以为自己的原谅 可以换来丈夫的真心悔改 可等来的只有丈夫的变本加厉 他非常后悔自己的一次次忍让 反而让张强一次次肆无忌惮的伤害 而在牢狱里的张强 这才意识到 自己对妻子的家暴已经构成犯罪了 他亲手毁掉了 好不容易得来的婚姻和家庭 只能在监狱里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因为家暴引发的 最终的结果不仅是婚姻破碎 案例一中的王峰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 案例二当中的张强锒铛入狱 可谓是教训惨痛 婚姻中 夫妻之间可能会出现情感上的摩擦 但这并不是家暴的理由 对于施暴者来说 当你扬起手臂的时候 无疑是在将自己的家庭推向破碎 对于被害者来说 如果面对家庭暴力 选择无底线的容忍 无疑给施暴者再一次伤害你的机会 如果遭受家庭暴力 我们要第一时间报警 同时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 好为今后的维权做准备 随着反家庭暴力制度的不断完善 反家暴法的有效实施 受害者可以通过多种维权方式来保护自己 面对家庭暴力 我们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仅可以主张解除婚姻关系 还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观众朋友们 我们每个公民都有生命健康 不受侵犯的权利 让我们勇敢地对家暴说不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个神秘来电使得丈夫得知妻子一个秘密 妻子竟与三个男人同时谈婚论嫁 她究竟目的何在 三个男人意外相约见面 拆穿了妻子真面目 不堪的经历使得妻子走上一条 不归录一个女人三个家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